同桌一百 同桌一百 祝你考试一百 满意一百 同学们 你们好 我是今天的主讲老师谢老师 今天呢 我们一起来接着学习燕子的第二课时 好 上课 起立 老师 您好 同学们好 请坐 我们都说 小燕子是抱春的识者 上节课呢 我们解决了这一课的生字 新词 初步感知了课文 那么今天 让我们继续走进课文和春的识者 来个最最亲密的接触吧 我们现在来齐读课文的第一次人段 注意问题 思考 本段写了燕子的哪些部分 这些部分有什么特色 叙述顺序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读第一次人段的时候 有几个小问题 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本段写了燕子的哪些部分 第二个问题是 这些部分有什么特色 叙述的第三个问题是 叙述顺序是怎样的 那好 现在让我们来齐读课文的第一次人段 准备好 预备 齐 一身乌黑的羽毛 一对心坏有力的翅膀 加上剪刀式的尾巴 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 谁能把这个字音读准 是 好 再读一遍 加上读 加上剪刀式的尾巴 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 对 那你们看看第一个问题 这部分介绍了燕子的什么呢 你来说 介绍了燕子的外形 哦 介绍了燕子的外形 那分别介绍了燕子的哪些部分呢 那让我们来找一找吧 先说了它的 尾巴 对 然后又说了它的 尾巴 还有 尾巴 尾巴 那什么样的羽毛呢 乌黑的羽毛 诶 乌黑的羽毛 什么样的翅膀呢 轻快有力的翅膀 轻快有力的翅膀 什么样的尾巴 剪刀式的尾巴 那好 让我们把这些来读一读 乌黑的羽毛 预备 起 乌黑的羽毛 轻快有力的翅膀 剪刀式的尾巴 那这些部分都是来介绍燕子的 让我们把它这个连起来读一读 预备 起 一身乌黑的羽毛 一身乌黑的羽毛 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 加上剪刀式的尾巴 好的 这些都是一部分 借从部分到整体 最后凑成了读 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活的小燕子 那这一部分是写的整体 由部分到整体 先分写 再总写 那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描写燕子的 先写了她的羽毛 是 乌黑的 又写了什么呀 翅膀的 对了 又写了她的翅膀是 是 奇怪的有力的 接着写了她的 尾巴 是 剪刀式的 像剪刀式的 然后又写了她 总写了她的 可爱活泼 同学们 那现在你能不能比较一下词语 句子中的凑字可以换成组吗 为什么 咱们看看 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 那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凑换成个组 你看 不是有什么 有什么有什么组成的吗 你觉得可以吗 咚咚脑筋想一想 我觉得可以 你觉得可以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的 那到底可不可以用哪个比较好一点 你觉得可以意思就是组成了 对吧 但是用哪一个比较好一点呢 用凑比较好一点 那咱们看一看 如果用上组的话就不是很合适 没有这个凑子好 这个凑子使燕子的整体形象 月染纸上 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对燕子的什么呀 喜爱和赞美 这个凑是有动感的 而那个组呢觉得死巴巴的 对不对 表达不出作者对燕子的喜爱和赞美了 那看一看 光羽毛 翅膀 尾巴 它能凑成一只完整的燕子吗 孩子们 我们来看 燕子只是有羽毛 翅膀 尾巴凑成的吗 还有没有别的 对了 有 从途中啊 我们可以发现 燕子除了羽毛 翅膀尾巴 还有 对 还有 脚 啊脚 可是呢 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啊 燕子除了羽毛 翅膀和尾巴以外 还有别的部分 对不对 可是 那作者为什么只介绍了燕子的这三个部分呢 谁会动动脑筋想想 为什么他只介绍了这三个部分 你来说 因为这三个部分是燕子的特点 啊 与众不同的地方 你来说 因为在鸟的 在鸟的世界当中 只有燕子的尾巴是剪刀式的 嗯 因为在所有的鸟类当中 我们了解到的鸟类当中 只有 燕子的尾巴是剪刀式的 对了 所以描写事物啊 一定要抓住它的特点 这就是燕子与众不同的地方 我们就找到了 直写它与众不同的部分就可以 明白吗 所以描写事物一定要 抓住特点 抓住特点 那现在我们谁能把这一段来正确的填控 谁来 戴子汗 一身乌黑的羽毛 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 加上剪刀式的尾巴 凑成了那样活泼可爱的小燕子 露了一个哆子 凑成了那样 活泼的可爱的小燕子 好 那让我们一块来读一读 水要是会背了就可以把眼睛闭上去背诵 一身乌黑的羽毛 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 加上剪刀式的尾巴 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 对了 所以我们呀 在背诵课文的时候 一定要抓住关键的词语来背诵 这样就轻松多了 那现在让我们朗读一下第二自然段 一边朗读一边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 要用横线画出描写春天美丽的句子 二 想一想 这是一个怎样的春天 三 哪些景物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好 打开你的课本 来读一读课文的第二自然段 边读边画出描写春天美丽的句子 开始吧 我们对她很长时间的一读课文的第二自然段 大家能够画出描写春天美丽的第二个ING armed户 完成了吗 我们来读一读第二自然段 你认为哪些句子是来描写美丽的春天的 好 瑞颖你来说 二三月的春日里 清风微微的吹拂着 如毛的细雨 有天上洒落着 千条万条的柔柳 红的白的黄的花 新的草绿的叶 都像感激似的聚龙来 形成了烂漫无比的春天 这就是描写春天的句子 那让我们来看一看 在描写的这一段里边 都描写到了哪些景物呢 首先描写到了 清风 还有 气质 接着描写了 柔柳 还接着写了 花 草 草 叶 最后来了 小燕子 是不是啊 那要看一看了 什么样的清风 微微的清风 什么样的细雨 鲁毛的细雨 什么样的柔柳 天条万条的柔柳 什么样的花 红的白的黄的花 什么样的草 青的草 什么样的叶 绿的叶 对了 这些什么样的小燕子 我们可以用一个词语说 灵力可爱的小燕子 那灵力可爱的小燕子 在什么样的春天里来到了 光彩 光彩夺目 对 我们就可以用一个词语 来描写这个时候的春天是 光彩 多目 如毛的细雨 看细雨还在沙沙的下着 红的白的黄的花 多美呀 灵力可爱的小燕子 好 那让我们把这些词语 再来说一遍 读 如毛的细雨 红的白的黄的花 有力可爱的小燕子 对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把描写春天的那些句子 改成了这么简单的 你读一读 春日里 清风吹拂着 细雨洒落着 柔柔花草叶 形成了春天 这样的句子我把它改成这 可以吗 原文是这样的 读 二三月的春天 二三月的春日里 你觉得哪个地方好呢 那样多简单呀 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呢 这样写呀 咱们大家看一看这样写 形容词 让事物更 让春天更 美丽 对了 这些词语呀 让这个事物更加的形象 让这个春天更加的美丽 现在你能不能在景物的前面加上合适的词语 可以是表示色彩的 也可以是表示姿态的 还可以是既表示姿态又表示颜色的 甚至可以是数量的 都可以注意啊 这是景物的前面 什么样的草 什么样的草 你来说 刚刚发芽的草 对 刚刚发芽的草 这是它的状态 你来说 那绿的草 那绿的草表示颜色的 诗语呢 我的也是那绿的草 还可以说它形状尖尖的 可不可以 哎 好 请坐 什么样的叶 小树来说 茁壮成长的叶 哎 也可以茁壮成长的叶 你来说 像手掌式的叶 像手掌一样的叶 好 什么样的花 什么样的花大家都会 哈哈 五颜六色的花 五颜六色的花 这一 五彩缤纷的花 嗯 也是表示色彩又多又好看的 那 这个时候你就自由了 什么样的什么 自己来说出一个这样的词语 你来说 敬爱的老师 敬爱的老师 你来说 无边无际的天空 无边无际的天空 好 我们都可以说出来了 看一看 这样的天法 也是可以的 读 对呀 我们就这样 可以准确的运用这样的词语了 小草 绿叶 各种美的花 都一起赶到春天里来了 课文中是怎样写的 当时那个句子是怎么写的 是怎么写的 注意是 都像感激似的句拢来 形成了 烂漫无比的春天 好的 那 你能想象出 赶集式的句拢来的景象吗 你们去赶过集吗 啊 一到集市的时候 卖东西的 买东西的 看景的 看凑热闹的 躲了去了 人 嘻嘻嚷嚷的 那就是赶集的时候 你 你能想象出 当时的景象吗 你来说 有的草 还背着把大包袱 拼命的跑啊 跑 好像 觉得春姑娘 来的时间 已经很长了 自己迟到了 小草 迫不及待的 要赶到这里来 是不是啊 其实就是要 赶紧的从地下钻出 脑袋 你看他说的 回答的 背着个大包袱 跑啊 赶不上了 春姑娘都来了半天了 我怎么才来呀 就是 很着急的 就来了 好 咱们看一看 赶集的人 多不多 多 那这个时候 春天的花草 也 哪儿哪儿都是 这像不像 赶集式的 聚拢来 都都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地方很 很热闹 所以 用赶集式的 聚拢来 这里运用了 什么样的写法呢 拟人 不光有你 有拟人 展现出了 春天的繁荣景象 虽然这里边 用了一个 像 但是它是 多的成分 应该是 拟人的修辞手法 那现在呢 我们自己 来读一读 第三四自然段 思考一下 燕子是怎么飞行的 它为春光 增添了什么声趣 劝出来 你认为 写的好的词语 开始吧 注意是 默读 默读的时候 不动唇 不用手指 这个时候的学习效率 应该是最高的 我们在三年级上册 要求我们会默读 这个时候一定要 记得什么是默读 好 看一看 小树 你来读文章的第三自然段 浩博 你来读它的第四自然段 小燕子 带了它的剪刀式的尾巴 在阳光满地时 写飞于 矿量无比天空 鸡的一声 已由这里的倒铁上 被到那边的高榴下了 另有几只 却在波光凌凌的湖面上 横掠着 小燕子的一尖或箭尾 偶尔沾沉立一下水面 能以小运 编一圈一圈的荡漾开去 注意最后那一句 那小圆运 编一圈一圈的荡漾开去 一定要读准确 明白吗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这就是燕子飞行的姿态 看这一句 斜飞于 读 斜飞于 矿量无比的天空 再接着读 击一圈 这都是什么呀 还有它的动作是 掠 还有 沾 对了 沾 这个掠和沾 可不可以换成飞和天 你看看 掠 我们可以用手来比划一下 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灵灵的那个壶面上横掠着 你的小手就是一只小燕子的话 我们再看看 假如桌面就是你的就是壶面 我们可以试试在壶面上横掠着 一间或箭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 这个沾可不可以是 铁 可以吗 你觉得可以吗 好 说出来 为什么 你觉得 我觉得不可以 因为针的话 它应该是一小年级 粘上去 而贴的话 都是整个身子都贴上去了 不可以 那这个略可不可以用飞呢 好 你来说你的理由 我觉得 略不可以换成飞 因为飞的话 可能是在低空 高空 而这个横跃的 横跃就能体现出 它已经在湖面上飞了 在是湖面上飞 而且这个略子 要比飞怎么样呢 形象要比它稍微的快一点点 那咱们看一看 到底可不可以呢 到底可不可以呢 飞呀 不能说明燕子的轻快灵活 而这个略呢 表示的是速度快 而且是灵活的 这个粘呢 是轻轻点一下水面 而如果贴呢 就接触水面的面积比较大了 所以我们说活泼机灵的小燕子是略过湖面 沾了一下水 明白吗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五自然段 说说哪些语句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来画一画 我们可以看着大屏幕来读一读第五自然段 好 坐着身体往前看 看背头上的内容 刘瑞宜 你给大家读一读 第五自然段 那边还有飞圈了的几对 闲散的在纤细的电线杆上 修起嫩蓝的春天 几个木杆 几横细线连于杆与杆之间 线上停着几个小黑点 那边是燕子 多么有趣的一幅图画呀 注意有个地方签字了 一定要读准确 不添字 不漏字 不颠倒 不读错 还不重复 这是我们读书的五步要求 好 我们大家来读 看看能不能避免一些错误啊 那边还有飞圈了的几对 读 那边还有飞圈了的几对 这是正确是正确的读法 看一看 嫩蓝的春天 几只木杆 几横细线连于杆与杆之间 线上停着几个小黑点 那便是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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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要问你 燕子停留在哪里 燕子停留在哪里 你来说 停留在纤细的电线上 停留在纤细的电线上 为什么说几横细线 而不是说几条细线呢 昨天我们在学习这条 这个横子的时候 就已经说到了 能用几条细线吗 能用吗 好 说出为什么来 你说 因为几横细线 表示看到不太清楚 而几条细线 可以是清楚 也可以是不清楚 嗯 套套理解的非常好 那同学们来看一看 几横 只远处模糊不清的电线 只看到隐隐约约的几条痕迹 所以呢 就用几横而不用几根 表现了远远望去 电线若有若无的样子 能看得清吗 看不很清楚 同学们来看看 这就是 时段时序的几横细线 而这个就叫什么呀 几根细线 我们大老远的看 把电线 那种模糊不清 就用几横描写出来了 那同学们 突出作者对小燕子的喜爱 赞美象征象征的春天 要他热爱大自然的思想感情 好 这就是能表达作者 赞美了 那现在我们把整个课文读一遍 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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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从哪几个方面来描写燕子的 表现了燕子怎样的特点 回顾一下全文 还记不记得 写出了燕子的 外形 第一自然段写它的外形 第三四自然段写出了它的飞行 最后第五自然段写出了它的停歇 好 从写出了燕子的这些 外形 飞行 停歇 这几个方面 能看出小燕子是 果果果果爱 飞行时是 轻快点笑 再停歇时是 闲静英雅的 那我们在朗读课文的时候啊 一定要定准轻松欢快的这种基调 感情要饱满一些 语速呢 要根据课文的内容的变化 时缓时急 我们背诵课文前三个自然段 甚至全文的时候 也要按照一定的顺序 先背诵它的外形啊 然后就描写美丽的春天 小燕子在这么美丽春天赶来了 接着就写了燕子是如何 飞行的 最后写它是怎样 休息的 这样的顺序 来理清课文的思路 借助重点的词语 来背诵这篇课文 能记住这些话吗 如果能记住的话 那么你背诵起来就比较轻松了 那现在我们回顾整篇课文 来一个知识的梳理 燕子这篇课文呢 首先写了燕子的 外形美 能表现出它的 火锅机 接着写了春天之美 然后在这么美丽的春天里 燕子赶来了 为春天 冲天 冲去 接着写了它的 飞行美 能表现出它的动作之 轻快 最后写了它的 挺西美 谢西美 好像一幅 有趣的土话 这些描写呢 写出了春天的迷人 和燕子的可爱 表达了作者 对春天的热爱之情 那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课文 看一看 完成这个小练习 这篇课文 描写了燕子的 什么样的形态 用一个什么样的 私字词语来说 活泼可爱 活泼可爱的形态 活泼机灵的形态 以及它在 什么 什么 以及它在 天空 湖面 在哪儿休息啊 电线上 休息的优美姿态 展现了美丽的春天景色 表达了作者 对大自然的 热爱和喜爱 看一看 燕子横裂水面时 为什么要用 一尖或者是 燕尾点水呢 我们说的是 把点水 沾了一下水面 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们得懂得 你自己读一读 燕子横裂水面 是为了 捕食 悬浮或者是浮游在水面的 温室为了保持身体平衡 并用其他缓冲作用 不至于速度快 冲力大 而是整个身体 中间水里 朝上有尾巴 我一尖 沾一下水面 对了 只能是 沾一下水面 如果是 飞和贴的话 那就 一下冲到水里了 是吧 所以是要用 一尖 或者是燕尾 轻轻点水 所以我们到现在 都有一个 叶子点水的 这样的说法 那现在我们来一个 小小的练习 在括号里 填上恰当的量词 一什么羽毛 一根羽毛 一根羽毛 接着 一什么尾巴 一条尾巴 接着读 一首歌曲 一对翅膀 一场春雨 一根细线 一只燕子 一声苗叫 好 那现在我们来 缩写一下句子 看看谁能缩写的好 第一个句子 读一读 看谁可以 好 涛涛来说 小燕子 为春天 增添了生趣 小燕子 为春光 增添了生趣 好 第二个 他也偷偷的出来了 千万条柔柳 展开了鹅黄色的嫩叶 说的是什么呀 柔柳 怎么了 展开嫩叶 对 展开了嫩叶 我们要抓住句子的主要成分 把它提炼出来 这样就比较好理解句子了 现在我们来读一读 回答问题 好 你们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一段吗 小燕子 带了她的剪刀式的尾巴 在为了光满地时 显飞于光亮无比的天空 激了一下 已有这里的小点上 飞到那边的高流下了 令到一只却在波光灵灵的土面上 恒略的小燕子的衣尖 或捷尾 偶尔沾了一下水面 那小圆域便一圈一圈的 荡漾开去 这两段话主要写了什么呢 小燕子的飞行时 清坏灵活 对 这两段话主要写了 燕子飞行时的轻快和灵活 同学们 通过这一节课的学习 我们知道了 燕子的外形是 有着剪刀式的尾巴 还有 还有 对 它的飞行是 有两个动词可以说 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 轻快灵活 课文当中用了两个 它表示飞行特别快的 有两个动词 一个是 横略 一个是 点 点水 对吧 沾了一下水面 那个沾 这就是 表示它飞行时的两个 动作 特有的动作 然后它停歇时呢 是那样的 安静 通过这一课的学习 我们了解到了 燕子 是那样的活泼可爱 同时 这篇文章呢 也表达了作者对 美 美好的春光的 热爱 对大自然的 热爱 好了 这节课呀 我们就上到这 下课 几例 老师 再见 同学们再见 请坐